說說一宗消息,在日本對汽車業的打擊很大 日本半導體大廠叫做瑞珊 在拿歐的廠房就在19號發生大火 估計復工需要一個月回復到正常需求 起碼有三月才可以完全復產 摩根士丹里的估計說,由於去年開始半導體全球缺貨 加上這次火災,上半年日本汽車大廠大約165萬 包括三大廠,因為這件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在全球芯片的短缺下,大家又會將注目投射到中美半導體科技戰 最近有消息說,中國半導體協會和美國半導體組織 就是你們兩個非官方組織,好像有交流、有工作會 大家會有可能合作、走在一起的機會 那些人憧憬是會不會是中美半導體的爭議會有一個緩和呢 大家覺得這件事可能會是,因為實際上現在的芯片真的很缺 每一架車原來是需要十幾粒晶片的 現在大家知道,又有大雪,美國加德州 你又將這個中心國砌,諸如此類,封死它 你不讓它奉公,又不讓它用你的所謂專利 搞到整個半導體就糟糕了 只不過,講時講,大家都說,可能都是權宜之計 大家可能在這個時刻,就會出來換和一下 其實美國根本是有自己的底牌的 底牌就說,第一,在美國之音上分析過拜登的策略就說 科技一定是中美之間競爭的前線來的 這件事是活過重要的 不過就是拜登會用策略說 不會完全封死你,不會百分之百 說什麼都不讓你,就是他沒有特朗普那麼硬 但正是我所描述的是,拜登也很魯莫心算 他提出一個小園高牆的戰略 小園即是一個很核心的科技領域裏面 這個Small Yard 美國一定會維繫得很重要,一定不會讓它散出去 中國碰你也不用碰,因為它最核心最先鮮的 所以高牆就說,其實在外面 即是說你中間有個很大的建一個高牆 是防止一些交流之外 但中間有一些空位可以讓你進來 即是說,我想不要的,甚至我覺得那些東西 我會跟你交易,核心的東西 即是那個Small Yard 你就不需要有什麼希望 即是,他不會對中國的科技有任何的鬆手 亦都不會有什麼未來 大家雙方程度要合作 另外一件事,其實美國在他們的智囊 他們的想法更加清晰 就說一定是要將你中國的活動體 或者AI之類這些核心的科技 保持兩代之間的差距 即是,美國一定要確定自己領先中國兩代以上 都蠻苛刻 但在這兩代的差距 如果能夠保持到的話 其他東西,例如電子商務、遊戲等等 就可以交流 拜登的想法就是 現在我會拉攏歐盟 搞這個科技民主聯盟 之類 然後美國和西方 控制了以後發展的專利、規則、標準 就自益我們自己玩 在核心方面我們都玩了 又到現在回來 中國也要做生意 我將一些比較刺激的事 和你去做 中國會不會這樣接受呢 看看中國的自主 半導體的發展能力有多大 但現在目前來說 就是真的全球 汽車芯片是短缺的 大家可能都是做些模樣 甚至有少少樣步都未來 不過結構性 甚至基礎性 都不會令到中美之間的科技會有緩和 你覺得差兩代那麼遠 有沒有那麼遠 我覺得他未必差到兩代那麼誇張 我剛剛聽到新聞 英特爾會在亞利桑拿設廠做芯片 他也是做14納米 14納米 中芯都做到 14納米一般都夠用 兩納米、三納米、五納米 就是手機 問題就是英特爾已經輸給台積電了 台積電才是第一 所以美國很忌諱 因為台灣和中國最近距離177公里 整個跨大橋可以到台北 都不是很安心 所以就是要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不如說回香港的土地 巴士的布有一篇文章 就是工聯會 不抽北 寫了一篇文章 我們分享一些資料都頗新 還有頗有看法性 我現在在尋找資料 不過我們之前都說過香港土地 那就是 那就是 工聯會不抽北 新時代公運的論述系列 今次就出了第三篇 就叫做安德講下千萬間 新時代公運論述之三 文章非常詳細講一下 香港土地供應和住屋實在有問題 對於這些數字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他說 深圳的土地面積是2050平方公里 人口是1259萬 人均比例 深圳這麼大 有這麼多人 其實平均人均有148平方米 但是 這個人均的土地面積 稍稍高過香港 少少 香港是 土地1106平方公里 人口是745萬 人均比例是148平方米 那就是 163至148 這是人均 但是 大家住屋住房 基本上我們可以分到多少呢 基層的市民 我們人均的居住面積 只有15.8平方米 遠低於上海的24.2平方米 新加坡的25.1平方米 深圳的27.9平方米 因此 我們人均 大家不是超遠 大家都這麼迫 但是為什麼 深圳每個人可以住的面積 會大於香港 七成半以上呢 問題是 吳七八的分析 就說 因為過往有大量的利益全體 有些所謂民意的代表 好像有意無意阻礙土地發展 增加土地等等的供應 這一方面 他又比一個都幾 離譜的 我們先看看 原來香港 原來香港是這樣也可以的 就是說 香港用於私人住宅土地 只有26平方公里 用於居屋 用於公屋的土地 有17平方公里 但是低密度的鄉郊居所佔了35平方公里 而追風市的農地有50平方公里 不然我們住宅 私人樓只有20多 但是農地加上公園佔大部分比例 計算數據,拿少許出來,農地也好,公園也好 其實都可以夠解決很多萬人的住屋問題 起碼我們經常都說,這麼慘的事情 就是一半人工,一半人工用來租這個劏房 環境都夠差,還剩下幾千元四個人用 這個其實我再說一次,就叫人道災難,或者叫住屋災難 以往來說,很少人,很少媒體會發表一些 這麼徹底,這麼詳細的資料去講這些問題 現在可能是因為,是不是跟韓正有關呢? 不是我們所說的,西方媒體,外國媒體都注意到這件事 其實要問回香港的政府高層 張建聰也說了,是不是其實中央有指令要搞香港土地 但是其實都不需要香港接受中央什麼指令 你看看剛才那些數字,住屋子佔26平方公里 其他農地有什麼,6成、5成 這個已經是不平衡了